大家好 人们在形容中俄关系的时候呢 往往都会说那一句 俄爹虐我千百遍 我爱俄爹如初恋 实际情况呢 也就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有最新的情况啊 一个是普京呢 将会来参加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开幕 给习近平呢 来撑这个场子 一个是从今年开始呢 中国将购买俄罗斯的煤炭 现在每年购买俄罗斯的煤炭量呢 是一百万吨 那么明年呢 将会提高到三千万吨 那么以后呢 将会提高到五千万吨 就是从俄罗斯进口这个煤啊 取代从澳大利亚的这个进口 这就是中国能源计划的一个调整啊 也等于说呢 把这个单子呢 转到了他俄爹那个地方去 可以说中共有好事啊 先孝敬俄爹嘛 以前从澳大利亚去买 是照顾了澳大利亚 现在呢 我就完全从俄爹这买 然后呢 就是照顾了俄爹嘛 那么从俄罗斯购买这个煤炭是多少钱呢 是一顿呢 一百五十美元 这个是现在他们订好的价钱 就相当于当年啊 习近平订这个俄罗斯的原油 订的是无论国际原油价钱涨还是跌 我们中共呢 都是一百零八美元一桶呢 买俄罗斯的原油 结果呢 合同订完以后呢 原油就直线往下跌 最低的时候呢 跌到三十多块钱一桶 但是我们给俄爹付款呢 依然是按照一百零八一桶在付 这就是以前购买原油的事啊 现在就是原油涨起来了 也是在八十美元左右徘徊嘛 对不对 也还没有涨到一百零八嘛 那么现在煤炭呢 也是这样的 中共先开这个价一百五十元美顿 那么至于将来国际煤炭的涨跌呢 那就不管它了 我们先把这个价钱说死 这是中共跟它额爹做生意的一贯作败 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啊 去年从这个六七月份开始呢 中国跟澳大利亚闹翻了 因为澳大利亚呢 一直坚持这个病毒溯源 把中共弄得很生气 所以呢 就对澳大利亚呢 进行了制裁 怎么制裁呢 先布买澳大利亚的红酒 然后呢 再布买澳大利亚的大麦 最后呢 升级到布买澳大利亚的煤炭 当然铁矿石呢 它还没敢弄 因为它一旦布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以后呢 中国有几个钢厂可能就要停产 特别是上海的宝钢 它当时设计的时候 就是设计的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铁矿石 所以呢 铁矿这一块呢 还没有制裁 等于说给澳大利亚留了一口气 要不然的话 把铁矿石也布买它的 澳大利亚现在早都饿死完了 对不对 但是煤炭不买它的了 结果这个制裁一执行以后呢 中国那边出现了电话 中国这些电厂没有煤用 然后呢 国内的煤呢 又使劲涨价 这个坑口价直接是翻了三倍 从300多块钱一吨呢 直接涨到了123亿吨 接着就是全国电价又涨 这就是去年制裁澳大利亚的这个情况 对澳大利亚制裁完了以后啊 实际中国很多企业呢 依然在买澳大利亚的煤 只是转了一个圈 得益最多的是越南 这个澳大利亚商人啊 把这个煤呢 运到越南 然后在越南呢 换一个标签 换一家公司呢 再卖到中国 但是这个价钱呢 可不是以前那个价钱咯 这就是加了国际二道贩子的价钱 那么据可靠消息是呢 这帮国际二道贩子啊 还是中国人 那我们再看中国跟澳大利亚 订的煤炭合同是多少钱一吨呢 就是110美元一吨煤 这是跟澳大利亚订的合同 这个价钱呢 执行了很长时间 去年呢 中共一发怒制裁澳大利亚 就把这个合同给毁了 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啊 中国制裁澳大利亚 哪怕你的价格低 110块钱一吨 我也不买你的 我就要买我额街的 哪怕它贵 150块钱一吨 我也买 对不对 这是价格这一块 然后再说那个燃烧值 或者叫什么热能值吧 我说不清楚 就是多少大卡那个啊 按照现在报道的数据来看啊 这个澳大利亚的煤炭的燃烧值呢 最少比俄罗斯这个煤炭高出三分之一 大家这样去算一算 这个煤炭价钱 比俄罗斯的一吨便宜了四十美元 然后这个燃烧值呢 又比俄罗斯的煤炭呢 高了三分之一 那你算算最后这个价钱差了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中共干的事情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一个参考值 在中国没有大量进口 俄罗斯煤炭的情况下呢 以前呢 日本是俄罗斯的一个大客户 但是日本人进口俄罗斯的煤炭的价钱说呢 是给中国这个价钱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你想想 日本人多精明 可以说给日本人那个价格呢 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市场价 一百五十块钱的百分之五十 就是七十五块钱嘛 你就算了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九十多块钱嘛 到这呢 我们就搞明白了 中共在制裁澳大利亚的时候啊 澳大利亚呢 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 它的煤炭呢 依然在国际上卖 因为这个能源消耗呀 在国际上是匹配的 你不卖给它 就卖给它 这个肯定是平衡的 就跟那个大中农产品一样 它必须是这样平衡的 就是你中国不买这个美国的大豆呢 你就要去买巴西的大豆 那么巴西的大豆它肯定不够 只能巴西把美国的大豆买到巴西呢 再卖给你中国 它肯定是这样的 大中产品都是这样的 因为它在一段时间内 它的这个产能是一定的 所以这种大中矿产资源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中国订俄罗斯的煤订多了 那肯定就是日本订少的嘛 然后日本就会多订澳大利亚的煤 这个肯定是平衡的嘛 那最后谁当了原大头呢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你用了那个贵的煤 然后你发出来比较贵的店 老百姓掏了比较贵的店价 然后相应的呢 各个生产资料呢 都涨价 这个单被谁买了呢 是被国内的老百姓买了 所以你翻过头来说的就是 它去年制裁澳大利亚 就可以说是在虐待国内的韭菜 然后拿了这部分钱呢 去孝敬了它的额爹 国际上的这些买家呀 都没有吃亏 那么占便宜的是谁呢 它的额爹 吃亏的是谁呢 是国内的老百姓 中共吃亏没有 你表面上看是它吃亏了 但是它怎么会吃亏呢 它得到了它额爹的支持 对不对 在国际上面有最尖高的盟友 然后你看 这次奥运会还能给习近平蹭面子 这是它多大的一个荣耀呀 对不对 另外你店价 哪怕涨到一百块钱一度呢 你能妨碍了赵家人用店吗 所以对中共来说啊 可以说一根毫毛都不伤害 伤害的呢 就是你国内的老百姓 中共它关心的是它的执政地位 它关心的是它的江山涌库 它只要拥有手握镰刀的权力 那些韭菜嘛 无非是多割几茶而已嘛 那么这则消息呢 虽然不长啊 我看完以后呢 就非常敢看 就是像这样一帮人 占据着这个国家 统治着这一帮老百姓 随便咱们去虐待 然后呢 这个老百姓都接受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每次看到 中国这个荒唐政策以后呀 我心里头都敢看 而且呢 我经常呢 还有一些悲凉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公众频道的嘛 难免有一些五毛粉红呀 才会给我发私欠 经常指责我 说中共这样做 是为了这个国家好 说你呀 不应该这样去揭中共的短 我们要允许中共犯错误 所以这是我的悲凉 就是下面的领导层 在这样毫无底线的作恶 然后底下的老百姓呢 还是这么愚昧的 在维护这种统治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悲哀 也有五毛粉红经常说呀 你一天就能在这瞎叨叨 你有本事你上来干 他这个话问的太好了 那我得有办法上去呀 你开放党镜看一看 你开放媒体试一试 难道说你中共还能一打独裁下去吗 难道说就不能出来 第二个党派取代你吗 对不对 你讲的这些问题 台湾不是在这几十年都试验过吗 以前在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时候 不是跟你中共一样吗 那么你开放党经试一试 可能江泰公上不去 对不对 但是有人可以上去呀 我个人呢 也没有那个治国理财的能力 但是我有这个感觉呀 我知道谁搞得好呀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就觉得 人家台湾这种民主政治 就是搞得好呀 对不对 你中共这个一党独裁 就是搞得不好呀 你不要把老百姓当傻子嘛 如果这个国家是你们家 你会不会这样去买煤炭 就是放在你五毛家里头 你要用煤炭 这两家的煤炭 你买谁家的 对吧 我们也不要把它说的太复杂话 所以这个事我今天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呢 必须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国家啊 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执政党呢 已经把老百姓彻底不当人了 这个时候呢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呢 清醒 那么清醒有没有作用呀 有呀 我在前面讲了很多次 你现在出去抵抗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敢 个别人敢 大多数不敢 我也没有要求大家那样子 我只是要求大家呢 第一个呢 不要负荷 不要中共讲啥 你讲啥 然后呢 不要掺和 就是中共去做那个恶的事情啊 你呢 跟前去都不去 你都看都不要看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作恶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害怕的 再往后走呢 才到了该你讲真话的时候 你先讲出真相 再往后一步呢 就是你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开始反对它了 到后面才到了反抗 你想想这个路要有多长呢 我现在要求更多的人呢 先达到第一步 先看清楚这个东西 这就是迈出的第一步 好吧 今天的节目呢 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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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